现在台湾是怎么回事的 这个政坛是龙道者是跳船呢 还是内斗更加的剧烈 真的天佑台湾 但是金府冲发表一个声明 我们另给大家听 他说名嘴指金府冲逗张显耀 金府冲将提告 那么入会前副主委张显耀 因为间谍案获不起诉 外界指称此案根本是国安会秘书长 金府冲要斗张 对此国安人士表示 这国安人士到底是谁啊 那么金府冲是经过入委会主委 王玉琪口头报告张有问题 再念一次有点绕舌 金府冲是经过了入委会主委 王玉琪口头报告 所以不是金府冲跟这个 真的很绕舌 不是金府冲跟王玉琪讲的 是金府冲听王玉琪口头报告 认为这样有问题 因为事关国家安全 所以基于这个职责 向国安单位 这个询问张显耀的未来情况 并没有斗争张 诗琪你怎么看 不是监听了好几年吗 身为国安会秘书长 都不知道这些监听的内容 这也是很玄妙的事情 我们的国安体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我觉得比较严肃的 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两岸关系真的是试涉国家安全 那如果这件事情 可以让陆委会主委 弃成这个样子 说他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其实这个政府 应该要跟我们讲清楚说 到底他犯了 他涉及到哪些案子 是你们执意有问题的 那所以我们损失了什么 那我们现在该如何补救 否则人民不会安心呢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一个 一头雾水的情况之下 只知道陆委会主委非常生气 他一口咬定他的副手是泄命 那所以我们会担心的是说 那所以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们因为这样的泄命行为 所以我们的权益 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国家安全会不会陷入一种危机 都不知道 然后现在陆委会也不告诉我们 就大家都在一团迷雾当中 好像两岸的国安 这件事情 一点都不重要似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欠我们一个说明 第二个部分是说 最近你看有这么多的人 纷纷跳船 我认为每一个人的原因都不太一样 那当然主动跳船的 我觉得是用照顾家庭这个因素 是最为好用的 因为他其实就很适合各种 要离职的理由 那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说大家其实也都感受到了 这个领导人 他是没有领导力的 他是没有方向的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 他有领导力 他有旺盛的企图心 他的方向是对 他很有理想 那应该大家都很带劲 大家都卯足全境往前冲 可是因为这个头没有力了 所以下面的人 他觉得没有荣誉感 我根本没有办法做事 我要在这边干什么 那既然没有办法做事 我当然就先跳船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说 你看看中共 不管是国台办啊 还是什么东西的 他有多久都没有在里面 他真的好整以暇 时期啊 这讲完事情让我心麻 国中大哥 现在怎样 原本是这个我们说的 王玉 这个陆委会主委 跟这个张晓 然后这些斗争 现在变成金补聪 跟我们前陆委会主委 开始这个斗口角了 我昨天曾经在节目讲 说现在我们的监察院 到底在干什么 至少监察委员 也应该有一点动作 说你们这样的一个单位 这么重要一个机关 你们人事斗争到这样子 你们业务到底能做 你说不弹劾人 你至少也要纠正一下吧 现在监察委员也 可能监察委员也准备要跳船 我不知道啦 反正这种政府怎么办啦 过去我们再讲 司马逊迪牵出来666就知道了 是啊 刚刚我听中兴兄在讲说 从2008年投标到2016年那些人 不知道什么感触的时候 我真的是感触比他们特别深啊 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叫 营样辣枪头啊 那是指男人啊 我是说形容一个男人啊 外表很好看 那个像银包的一样 结果里面是辣 一碰热 一碰热就软掉就化掉 营样辣枪头啊 好 国中大哥的内容 我们等我再继续追踪下去 金府说说 名嘴指金府说斗章血要 金府都要提告 可是你要告 应该先告王玉琪吧 因为王玉琪说是你讲的 很多人都在担心马银九 其实我 其实这个状况 其实早就应该会发生的 我们看看你那个图片上 这些官员 除了严明之外 这些人啊 几几乎都不够资格 他凭什么当什么国安会民主长 凭什么当院长 凭什么当陆委会主委 什么叶匡时 龙英台 这都不够资格当官的 管中民 但是 这些本来就已经埋下去的阴 今天产生的那些国 不过我们不必太为马银九担心 马银九到现在为止 他不认为大家是跳船 他认为他这都是航空母舰 永远不成的航空母舰 马银九的想法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他跟人不太一样 你想想 跟人不一样 大家快摆掉 跟人不一样 的确他的想法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到现在为止 他才觉得他做得很好 之所以你们会说我不好 就是因为你们刘温雄 胡忠信 郑尊奇 你们再会推出说我快话 其实我干得很好 所以到这边为止 我不觉得马银九会反省说 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但是很悲哀是我们还有一年多 如果蓝军还要依靠一个 可能是党魁的 可能是未来的救星的叫朱立伦 对不起 那个人比马银九更糟糕 更是投机主义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想蓝军的人非常焦虑 焦虑的原因就是说 到底明年要谁来选总统 不要到时候难看 没有半个人可以 虽然代表选总统的话 那我们只好再来拜托 吴敦英心理出来 不是宋主义啊 宋主义 我也你要说宋主义 所以你还是觉得也是吴敦英 不是 宋主义可以为台湾做事 我不是说你不是说宋主义可以吴敦英 是 所以这次宋主义是很快的 我只能参加了 我是吴敦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